赵玉敏 你找我要什么 你肚子里的孩子呢 我没有孩子 我根本就没有怀过孕 你是说 你根本就没有怀孕对吗 是的 这一切都是假的 都是我编的 因为我太想得到你了 我太爱你了 你爱我 这是什么鬼话 你这个魔鬼 你知道我这几个月来是怎么过的吗 我里面都不是人 我妈妈骂我 我不敢看董家音的眼睛 我住在办公室 所有人看我就像看动物园里的猴子一样 你爱我 你他妈为什么要爱我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爱你 你为什么要这样 你为什么要破坏我的家庭 你知道佳音受了多少罪吗 她一个人怀着孕 每天还要装着孝 我是她的丈夫 在她怀孕的时候 我不能照顾她 因为我要照顾你这个大貌爱人的假孕 我 就因为你爱我 有你这么爱人的吗 你搞的 有你这么爱人的吗 我真想抽你几个大嘴巴子 那你打吧 我会好受益 周一鸣 你给我滚 我再也不想看到你 你给我滚 回到她身边去了 我真心希望你们俩能够和好 我是真心的 你什么时候有过真心 你一直在骗我 骗佳音 骗所有的人 凌涛 你们怎么了 佳音 你们怎么了 你们怎么了 周一鸣 你的孩子呢 佳音 她根本就没有怀孕 她是装的 不可能吧 她说的没错 我骗了你们 还有一件事情 我也骗了你们 我和夏明桃 根本就没有一夜情 每天晚上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你醉得太厉害了 我当时确实想得到你 我把你放在了我的床上 好让你醒来之后 以为发生了什么 所有的一切 都是你编的 是的 都是我编的 我今天请你们两个人来 就是为了要告诉你两真相 你说的没错 我是个魔鬼 我太想得到你了 我骗你说我跟你有了一夜情 没想到董佳音原谅了你 我又骗你说我怀孕了 董佳音跟你离婚了 我原以为这样做 可以完完全全的拥有你 可是直到后来我才发现 我想错了 所有的事情不是那么一回事 我不仅没有得到你 我把我的生活搞得乱七八糟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收成 对不起佳音 我让你受委屈了 我希望你们两个人能够原谅我 我只希望你们两个好好的生活 因为孩子不可能没有父亲 对不起 他怎么能做出这么恶毒的事来 都是我当初瞎了眼 瞎了眼 妈 妈 时间过去了 您就别再上火了 把我们家弄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能不上火吗 总算她还良心发现 佳音呢 你没跟佳音一起回来 她说她有个采访 所以就 她都什么时候了 还干活呢 给我接回来 妈 您先好好休息 别再 别 别什么 你们是不是还没和好啊 这扣不都解开了吗 妈 我们挺好的 你看看你现在这样子 是挺好的样子 你别骗我了 妈 我们真的没有事 妈有眼睛 周英明既然现在把事情都说开了 你们俩也就没有什么结了 不管怎么样 晚上别在书房睡了 到你房间里睡吧 这是妈做主了 真没想到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 竟然到了让你们离婚的地步 这女人真坏 人都是自私的 只不过她的手段太极端了 不过 现在一切没事了 你跟明涛也该和好了吧 嗯 怎么 你们还没和好 我现在觉得挺平静的 不想什么变化 别借了行不行 我知道你心里还是有小疙瘩的 但是你总不能为了这点小疙瘩 就让自己的孩子一出生没有爸爸 给他点厉害看看就行了 别再端着了 我不是端着 我只是觉得他很陌生 求你了 别再陌生了 现在看起来明涛也没错 能过去 还是让他过去吧 我找你找得好辛苦啊 没想到你也会到这个地方来 我在和这座城市告别 你要去哪里 从哪儿来 你哪儿去 日本可是一个让你伤心的地方 你回去干什么 这里的万家登堡 没有一个是属于我 一鸣 你真的没有必要这样伤心 这个世界还是挺温暖的 不是吗 不是 这是一个伤心的世界 其实你已经勇敢的走出来了 你没有必要再这样折磨自己 不 我没有走出来 我也不想走出来 我只是想离开这儿 你这是在逃避 你没有勇气面对生活 面对一切 你是说 我是懦夫 对 你就是个懦夫 你从回国那天开始 就注定你是个懦夫了 你以为你从日本回到国内 你就能够躲避你在日本的感情失败吗 你看到了 你不能 你以为你现在去到日本 就能够躲避在国内的感情失败吗 你也不能 所以我说你是个懦夫 你赶紧回到你的日本 好好藏起来吧 到一个异国他乡 没有一个人认识你的地方 好好藏起来藏得紧紧的 你说够了吗 没有 你是一个不敢面对的人 你不敢面对现实 不敢面对夏明涛 董佳音 你甚至不敢面对我 你表面上看起来真的很坚强 但是你的内心脆弱 太脆弱了 你看着我干嘛 你不爱听是吗 还是你不敢面对我对你的爱 周一鸣 你是个懦夫 你是个混蛋 你说什么 我说你是个懦夫 你是个混蛋 你再说一遍 你是个懦夫 你是个混蛋 我就是个懦夫 我就是个混蛋 可是你为什么要这么爱我 你为什么要这么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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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那么讨议我 你为什么要这么爱我呀 然后 moon 你为什么要这么爱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现在只像一个人 明白吗 再见 再见 还不睡啊 没有 我不想让妈担心 进来吧 再见 再见 你在床上睡吧 我还是睡这儿吧 你怎么来了 我昨天去蓝天那儿了 徐亚丽情况不太好 你有时间去看看她吗 我一定会去的 其实我挺羡慕他们的 他们看上去像一对落男夫妻 但是我觉得他们是天底下最幸福的 我原来 我原来 以为我们也是 我走了 佳义 你等一下 佳义 你怎么回事 马上要到预产期了 你在外面跑 要多注意身体啊 我知道了 到时候 我想守在你的身边 我希望孩子出生的时候 我这个霸王能在场 我这个霸王能在场 蓝天 蓝天 你 晓妮 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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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外面阳光多好啊 我要出去晒太阳 我要去海边 好 我要那件黑色的大衣 还有黄围巾 好 等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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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 这么好的派人 你会忘了 那天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带我出海吗 记得 都记得 那年夏天 风气特别热 就像要把人烤画了一样 你就像现在这样 摇着炉带我出海 我们走着走着 你突然把衣服扔给我 你说太阳这么毒 没把我晒坏了 可是我没抓住那衣服 衣服掉到海水里了 一二话没说 一个毛就扎到了海水里 你游得就像一条大鱼一样 我当时就在想 我一定要 这一辈子都和这个男人生活在一起 我就这样看着海水 看着海水中的你 你在海水里有我 有我 我 我觉得海水里有我 我觉得海水里有我 不过你没有离开 我真的很好看 我真的很好看 你 我真的很好看